那我们看到画面里面的这条方程等好的左手边的物体就非常面善 发觉这里有7个term 又cross over 那好像漏了些东西 既然是这样,我们不如再加上去 这个东西应该漏了个常数 我们试试加个1 右手边就变成2037 这个东西加完1之后,就发觉可以秘化简 之后我们就测试 这个东西就变成x加1 乘以一个y加1 再乘以一个c加1 这个东西就等于2037 之后就要讨论这三个东西相乘 等于2037 每一个有xyc 一个这样的讨论呢 我们不妨先切一切x 这个东西呢 大过等于y 又大过等于c 先方便我们讨论先 待会呢 或者我们到最后才拿走这个条件 那然后我们要找的是正整数解 那就是又是要看一看2037 我们可以怎样拆 那2037 的拆法呢 就不外乎 不是很多的 那首先是1 乘以2037 3 乘以679 7 乘以291 和21 乘以97 那没有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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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只有四种了 那我们先看一看第一种情况先 那就是这一种了 1乘以2037 那我们扔下去之后呢 那我们说过 x这个东西需要大过 或者等于y的嘛 那就是没得选择了 那这个东西我暂时图它是 2037乘以1 又乘以1 那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试试拍下去 x加1 这个东西等于2037 那 y加1 等于1 c加1 又等于1 那可信言之 今次这条题目的解呢 x就等于2036 y等于0 而c等于0 咦 本来是想着大团圆结局的 但是慢着先 我们这条题目呢 是要找正整数解 那就是x y c 同时都要是正整数 那但是我们学过0呢 就挖了这个条件 0呢不是正整数的 那如是者 就是这一组解呢 不效的 那我们回回头看一看 那既然每一个数字都不可以等于0的情况之下呢 那就是我们不可以拿1来做一个factor 那不可以拿1来做一个factor呢 那就是这个没用了 不能够被利用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只可以向下面这些埋手 那下面这些 我这个2037呢 之前的拆法就只是拆两个而已 那今次要拆三个 那就是将剩下的这些都要 就拆开来看 那这个呢 6879呢 那也就是 7乘以97 用蓝色写 7乘以97 而 这个291呢 又拆做 3乘以97 那最后21大家都知道是3乘以7 那你发觉拆极呢 那由于我们不能够涉及1 那所以我们才要拆剩剩下的那个因子 那不涉及1的情况之下 我们拆极呢 那都是只有3、7和97 那就是我们没得选了 那我们就只可以说 x加1 写多次了 那由于x加1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要等于最大的那个数 那就是97 然后y加1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第二大 也就是7 那c加1 这个东西呢 就需要等于3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解到出来呢 我们的解呢 x就只会等于96 y等于6 那 而c呢 就等于2 那但是 对了 这个 这一组解呢 就只限于我们 因为之前下过的限制就是 x需要大个或者等于y 需要大个或者等于c 那但是 题目是没有说过 要有这一组限制的嘛 那在 现在是时候拿开这个限制了 那我们看一看 究竟 所有的解 将会变成如何 那所有的解 不外乎都是由 这三个数 组成的而已 那 那 一个 combination呢 就是 我们首先由小的开始写起 xy z 那 你可想而知 将会猜到 我们会有6组解的 那第一组呢 就是2 6 96 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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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6 6 96 2 最后的两组就是96 96 2 6 和96 6 2 解出来 就是我们画面看到中间的部分 这6组解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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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